我們以前放鴨皮都是很多少人 這次看起來有很多人關心未來喔 要分享一下 我們最有... 我們的長輩要先來分享一下 我們... 家公的那個... 很...很老... 那個...推那個老師 林瑞小師嘛 我跟剛才說... 我有什麼要提問 我講台灣的中國不要見解 先來分享一下 來,在這兒開始對鴨皮拍攝手法 風機錄片也行 那現在台灣的核廢料的狀況是怎樣 就除了藍嶼 現在不是聽說藍嶼那邊也有外洩的問題 然後聽說要另外找地方再掩埋或是移植 那現在大概狀況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的核廢料方的來語 但是他現在講核廢料並不是影片裡面講的核廢料 大家就分不清楚 所以他剛剛影片其實有介紹 核廢料有分好幾種 一種是高放射性的 就是剛剛影片裡面最毒的這種 如果不毒就要把它放在五百公司以下 那再來一種就是所謂低放射性核廢料 比較不毒的 那低放射性核廢料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核廢廠除了他中間燃料用的那個燃料之外 其他的包括工作人員的衣服 旁邊的桌子椅子 任何的使用或的器材 他都會沾染毒涉 那那些都是 都是核廢料 但是他是比較低放射性的 那我們剛剛看到高放射性的要10萬年 大家知道低放射性的核廢料廠 要保存多少年嗎 大家知道 300年 所以也就是我們現在放了蘭嶼的這個 這個核廢料要必須保存300年 可是當然蘭嶼那邊不可能要保存300年 因為現在蘭嶼它是露天放置的 是一個平面的建築 所以其實當初送過去的時候 也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處境 就政府就暫時放在那裡 放的話一直條件 用建築的條件來講 那個都不是可以放300年的地方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蘭嶼不要一直出一次 大家如果看前陣的新聞就是 他有外洩 為什麼外洩 因為他旁邊核廢裝的鐵桶 鐵桶大概50年就生鏽就漏了 這前陣他就開始減診患筒 然後呢 同樣的放了放了那邊大概 現在大概30年吧 震竹的水泥開始有裂光 對啊 這人類震竹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其實他現在開始有一些 有些他在他換筒的過程 然後會有一些外洩 而且真的被查出來 那當然蘭嶼人非常生氣 那那時候政府有答應蘭嶼人 不管哪個政黨都答應他們說要盡快簽名 因為那個地方就不是一個適合放300年的地方 而且日蘭嶼高溫多餘 那些商務其實現在30年都有點撐不住了 那所以現在台灣要被移為台灣本島來 那大家知道前陣子說在我們台灣本島留學 合不掉場子 有入選幾個地方大家知道嗎 海東大人將 海東大人將一個 還有大家知道嗎 目前還有兩個地方 湖秋 對湖秋 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 澎湖 對澎湖 對澎湖 所以大家其實都還根據這個新聞 最早是選烏秋 然後後來那個烏秋反對嘛 烏秋美反對 大陸那邊也反對 比較不太近了這樣子 那那個就是沒有這樣子 那後來再來就是選台中的達仁鄉 還有澎湖 還有一個地方 大家聊聊是台中的牡丹 那其實牡丹跟達仁的這兩個選擇非常的 非常的缺德喔 為什麼 因為牡丹跟達仁其實就是鄰居 就很方便而已 所以 其實你選哪一個都是很海東這樣子 那可是後來所以 他們後來有刪去吧 牡丹被刪掉了這樣子 那洪湖呢 洪湖是因為洪湖縣長非常的反對 好 洪湖縣長非常反對 然後呢 所以洪湖縣長就 把他們要放河背到那個島 那個叫東極雨 然後把他 包圍玄武園自然保留去 所以不准他放 所以終於才只好 縮手 所以現在大概 最大的可能 是會放在台東達仁鄉的南天村 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上一個 就是前兩天 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才去台東 也是放在這部片 給當地的朋友看這樣子 那 其實對他們也非常不公平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呢 現在台灣選的是 把蘭嶺的放到台東 放到台東 那其實都是那個三百年的第一放射性的核廟廠 其實都不是影片裡面這個 台灣這個影片裡面這個高放射性的核廟廠 最終不到現在 還沒有任何地址出來 這也是我們大家不知道的 還沒有任何地址出來 為什麼這個地址條件太高了 我們台灣是一個多地震的地方 在地址條件 目前還沒有找到這樣的地址條件 那 可是呢 現在為什麼台東的朋友 會這麼反對核廢呢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在擔心說 如果你先讓他放這個低放射性的核廟 未來找不到高的嘛 所以可能這個對賭的 還是也會放到台南大 都一直放在一起 所以你們可能再找不到別 所以這件事大家很悠閒的 就是他可能不 不再不歡迎低的 他會想你可能 如果你一旦心軟接受了這個之後 可能高的也要跟進來了 那進來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 台灣能夠做到這樣的條件 這是很難的 以目前為止 還沒有開始做 這也是一個問題 他現在高質色 高放射性的這些 都放在電廠的底下 對 現在都放在電廠 有沒有看到影片裡面 他有一隻重複一個 就是有一個機器的 機器的手他在一直從水池裡面 拿出一個棒子來 那個就是核電廠 旁邊的放燃料棒的燃料池 那現在所有的 台灣所有的這個 高強度的放射性備料 都是還放在核電廠旁邊的那個池子裡 對 都放在那裡 那其實世界各國只有這樣子 就拿出來 因為他很 他必須冷卻 他會放在旁邊的水池 燃料池裡面冷卻 那冷卻了 他差不多十年以上之後呢 他才可以再移到別的地方 可是現在台灣現在就是移不出去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組織場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 核一核二核三 三個水池都快要滿了 因為當初他們這個水池設計 都是設計30年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台灣在蓋的時候 的科學家是很樂觀的 他認為台灣在30年之內 會找到核表這種組織 但是問題是現在核一廠都運短32年了 我們台灣還是那個營資都還沒有 所以呢水池已經快要放滿了 那快放滿怎麼辦呢 他們現在就是把水池的架子排密一點 再多放一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之前 大家如果看新聞也是 我們方法團一跳出來 就是罵說就是這個 燃料池現在超限使用的 裝太滿了 危險度是更高 所以才會這樣 我們也才會這樣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是在這次的輔導 他在之後才發現 其實不只反應的危險 燃料池也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只要那一地震 那個燃料池的水裡外洩 它有夜洪水裡外洩的話 它附入在空氣中就是很純色外洩 所以這次我們也才發現說 其實台灣原來還有三個衛爆彈 不是那個反應物 而是反應物旁邊的燃料池 那威脅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 有錢的用提供 是因為用電台的燃料池 但是我們真的ly缺到